今年上半年访日的外籍观光客累计约1778万次 创下了同期新高记录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日元贬值促使访日客增加 日本共同社报道 今年上半年访日客累计了1778万人次 游客在日本住宿购物等的消费额4至6月约2兆11亿日元 以纪别来看创下了新高 在此之前访日客同期最高记录是COVID-19疫情发生前的 2019年上半年为1663万人次 今年6月的访日客人数为约314万人次 创单月最高记录 也是连续4个月访日客人数逾300万人次 以此推估2024年一整年的访日客人数可能刷新 过去最高记录2019年的3188万人次 创新高 今年6月的访日客人数以国家及地区来看 最多的是韩国客约70万人次 其次是中国客约66万人次 台湾客约57万人次 美国客约30万人次 香港客约25万人次 日本政府观光局近日将正式公布访日客的最新资讯 以今年1至5月访日客资讯显示 台湾客1月49万2288人次 2月50万2237人次 3月48万4454人次 4月45万9700人次 5月46万6000人次 5月50万人次